欢迎收看无权的小妆教室 三个是FULA的延展油 就是FULA它其实涂上去它不那么光滑 这延展油涂上去的话就可以弄得比较顺滑一点 然后像人类的皮肤 再来呢就是FULA的分合剂 就是你把这个涂一层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FULA很好的固定在脸上 就等于像是盖了一层膜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在脸上盖上粉底呀 然后什么的就可以伪装自己的皮肤了 然后在做之前呢大家先看一下我的鼻子 虽然我的鼻子其实形状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要给它做的再更高一点 像那种欧美人那种 然后下巴呢其实也还好 然后我还要给它再做的尖一些 首先呢先取出一个FULA 在自己手上涂一点点延展油 因为你FULA放在手上如果不弄点延展油的话 会很容易粘到手上到处的时候就很恶心 然后呢我们拿这个FULA滑出一小块 就大概你要做的那个用量 然后你就可以用手给它揉揉捏捏捏 给它捏出一些形状 其实这一步还是挺难的 就跟小时候你玩橡皮泥一样的 然后我大概搓出一个像这样子 小长方形的 然后到时候可以弄在这个山根的位置 在上去之前呢先给自己的鼻子上面 先涂一点这个胶水 先给它删一下 然后把这个捏好的这个肉条给按到上面去 然后就用这个调色刀 就是你给它慢慢修出这样子形状来 个人觉得还是挺难拼弄的 做到一半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来这样子鼓住一下 我现在上面这个已经快差不多了 然后我又取了一点点 做一个比较尖的鼻尖 然后继续各种雕刻 但你在边弄的时候 可以边弄一些延展油 或者你给它抹在手指上 然后手指上去揉一揉 敷辣跟皮肤咸近的地方 要再抹一点 大家看现在我这个是 刚才已经揉了很久 塑造出的形状 是不比刚才的鼻子更高挺一些呢 做好了鼻子呢 我们等它那个油好一点 我们现在做下巴 我们同样是用刚才的方法 先在手上抹点油 再切一点敷辣出来 我今天想做一个蛇心的下巴 现在我下巴是这样子的 我想再做尖出来一点 在下巴的地方 同样再抹点胶 然后把我的假下巴给按上去 按上去之后 我就可以拿这个刀子来塑行了 然后大家看我这个假下巴 是不是已经快完全成型了 我在这个下巴上 再涂一点延展油 让它光滑一点 然后就开始用手指给它揉搓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鼻子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就涂上这个封闭剂 整个芙蜡上涂上 我可以涂好封闭剂之后 一会儿就可以等它干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塑造我们尖尖的下巴 想要这个下巴做的真实的话 比如说这最高点 然后跟这个旁边要衔接的 要自然一点 这样才不会觉得奇怪 我们这个鼻子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上粉底液 在上粉底液之前呢 我们先上点散粉 其实我感觉现实看起来 还是太看不太出来的 然后我们开始上点粉底液 然后涂在上面 用这个海绵蛋给它 因为粉底液颜色有点白 所以我把旁边这边 给打一点粉底液 可能就会不那么奇怪 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已经做好了 但是感觉还是鼻子还是有点突兀 就是没有跟皮肤融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修容膏 给它做一下修容 鼻头这边修一下 然后这边也修一下 然后下巴也来一点点修容粉 因为在一些抖音或是快手里面呢 然后磨皮软件它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把磨皮再开大一会儿 这样子是不是几乎都看不到了呢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做的效果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现在这个是做好的鼻子 还有我的下巴 如果你现在想用这样子的方法的话 你可能就跟画妆一样 日处一日的多加练习 然后就会做得越来越逼真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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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